8月3號 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官網通報 中國31個省新增96例確診病例 其中有71例本土病例 涉及7個省份 但民間普遍懷疑 實際的感染數字要比官方通報數字高得多 在湖北武漢 已經有10多個社區被封鎖 武漢市政府3號宣布 全市所有人都得做核酸檢測 還要在高風險地區進行多輪核酸檢測 嚴厲的防疫措施讓人們感到恐慌 擔心又會封城 紛紛到超市搶購物資 因為湖北省政府已經宣布 全省進入暫時狀態 武漢市民劉先生向新唐人表示 如果再回到以前封城的日子 政府的物質供應又不足 一家人的生活特別難熬 據瞭解 大陸這波疫情是從南京路口國際機場開始 然後快速蔓延至全國十多個省份 北京、上海等地也都出現本土病例 8月3號 北京市防控措施再次升級 23個地區的旅客被限制進京 南京作為這波疫情的首發地 病毒傳播鏈仍在擴大 多個區域被封閉管控 截至到8月3號 南京市政府 已經對全市900多萬人口 進行了第四輪核酸檢測 目前全國有四個高風險地區 分別是南京、揚州、張家界、鄭州 中風險地區則有113個 江蘇揚州的疫情也十分嚴重 全程交通停擺、全程停工 營業場所全部關閉 包括超市、農貿市場、藥店等 很多小區都被封閉 居民被要求不得外出 截至到8月4號 這波Delta變種病毒疫情 仍在大陸15省多點爆發 但大多數已接種疫苗的民眾仍然被感染 這也讓外界再次質疑中國疫苗的有效性